台中市厚里区盛产高阶梨 而最近正好是水梨的盛产季节 为了推广最低农产 厚里区公所就特别 从15号起到25号 来举办线上行销活动 消费者不需要出门 只要以网络订购方式来购买水梨 并且完成指定证物 来上传互动的照片 还有机会可以抽中水梨礼盒 这样透过网络来推广 也打响厚里优质好梨的名号 这个集的部分都是不要突出 让这样平整 这个是表示什么 我们这个是很自然的种植方式 厚里区长透过影片 教大家如何挑选油脂水梨 每年的中秋节前夕 正好是水梨的盛产季节 为了推广在地农产 厚里区公所除了拍影片推广外 从15号到25号 也特别举办了线上行销活动 让民众不用出门 也能买到货里的优质好梨 那我们为了帮农民来行销 来创造一个通路 所以我们今年改变过去的传统做法 透过原来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通路 改变成网络行销的通路 那这样的话 让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络 可以购买到他所喜欢的这些农测产品 厚里地区因为盛产高阶梨 除了一般的新鲜梨跟风水梨等品种外 最近也力推新品种宝岛甘露梨 因为果实硕大又香甜多汁 深受市场喜爱 而为了刺激买气 公所也特别大手笔准备 六百箱六粒桩的水梨礼盒 民众只要完成购买并上传互动照片 就有机会免费抽中 第一就是你要削梨皮 第二吃一口梨 第三你要喂我们的幕后英雄 可以是你的爸爸妈妈 或是你周边的好朋友 这三种方式把照片上传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抽奖 我们有准备了六百盒后梨的好梨 让这个次活动的抽奖的礼物 市府农业局也表示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与干旱影响 冲击水梨生长与销量 但水梨品质依然不打折扣 因此希望透过网路行销推广 除了抢供中秋送礼商机外 也能让后梨优质好梨的名声 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传播完台中采访报导